职业诊所邦尼一生都精彩 从新鲜到退休 哈喽我是主持人Pola 在11月份我们推出 上工吧中高龄系列 来到了第四周播出的子题呢是 上流老人不分龄的现在进行事 今天的来宾是我们的好朋友 他是104人力银行的人资长 钟文雄先生 哈喽Weber 哈喽Pola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非常感谢Weber 他刚刚才从嘉义的中正大学搭高铁杀回来 请Weber多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好的我是中华人资管理协会的前一任的理事长 那现在是人资协会的常务顾问 那Weber其实在104已经有七年的时间对不对 那在七年之前他也待过哪些公司呢 我也待过台湾大哥大新一房屋 然后呢还有一他前一份工作是担任松仪器馆的执行副总 所以我也担任过顾问的角色 那Weber在这个劳工政策的这个研究上是非常的专业 有一些研究发现他同时也是这个劳研所的法律的硕士对吗 对我是文化大学劳工所硕士 那过去也都常在劳动部经济部或是 穿梭开会给一些政策意见 对还有法官学院也是担任讲座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上集想请Weber来聊一下中高龄就业的三个噩梦 是的我想中高龄在求职上面普遍遇到的第一个噩梦应该就是就业歧视 就业歧视 那我大概研究几个法院的判决或是各县市政府的一些裁决 那就业歧视应该是比例是最大的 举例来讲比如说曾经有一家银行 然后呢他录用了一个要录用行员 但是呢他在在就业歧视上面来讲 他就就是认为说他们希望能够聘雇45岁以下 然后呢 已经直接写出来哦 没有没有他没有直接写 他是直接就就发简讯给那个求职者说 因为你的年纪已经超过45岁 那我们在任用上面来讲已经超过我们的上限 所以呢就决定就很抱歉就不予录取 当然这位那个求职者就直接上告到台北市政府劳工局去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裁决的案例被罚款 所以那个Weber刚刚提到的是 其实是HR的这个后续作业流程 他太直白的把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内规 直白的写给求职者是吧 对 其实大部分的企业我们都知道他还是会做 但是不会说 那因为避免违反就业服务法的规定 是是是是 所以呢一般公司呢就把这个年纪呢 当做是一种潜规则 刚刚那个Weber提到就是年纪是一种潜规则 其实我们在最近刚好也做了一份问卷调查 我们去访问那个企业人资用网路的去调查 那其中就有一题呀 就是说不用中高龄 就是不用45岁以上的中高龄 是不是业界只能做不能说的一个公开的秘密呢 好答案是有36.8%的企业他回答 不是不是这样子的 那有17.5%的企业回答 是就是一个不能说的公开的秘密 那另外有45.8%的企业他会回答 看情况 这个时候就有点磨铃两可了 那你愿意雇用中高龄的这个意愿 零分表示我不愿意 十分表示我非常愿意 那受访的企业回答的这个比例 平均来讲是5.69分 那其实也没有很高 如果我们看说六分叫做几个分数的话 其实也是还好的 那其实如果说企业会在这个时刻 这么大缺功的情况下 他还摆明了或是内归不想要用 45岁以上的中高龄 这个可以反映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比如说企业的思维 或者是他们对于中高龄 回到职场上的一些工作的状态 觉得是有疑虑的吗 是的 其实过去企业都有一种迷失 总是认为中高龄 不管是在学习新的资讯科技 或是说在工作的交付 跟做事态度上面 可能有一定的固定的思维 不是那么好调整 所以这是过去他的一些 比较刻板的印象 所以他们常常认为说 一样的薪水我找30岁以下的 那为什么一定要找中高龄 既然你的体力 还有你的学习的速度也没那么快 那为什么要任用你呢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说 以台湾目前的人口老化 跟少子化的趋势来看 那看起来中高龄跟高年级的任用 应该是势在必行 那我们再看今年来看 我们知道说 今年是台湾有史以来 缺工最严重的一年 那加上少子化的影响 所以说中高龄跟高年级的 任用的政策呢 企业势必要调整 否则的话 大概会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嘛 真的 所以其实这个潜规则 能不能够被打破 是可以的 你看其实已经有36.8% 大概三分之一的企业 他不会觉得一定要这么做 因为你在坚持这么做的话 其实生意上门了 你都没有人员 人力人才 就可以做一些服务 对 就好像说 中高龄虽然体力 应该没有像年轻人那么好 但是毕竟 他还是可以透过部分工时 或是轮班的方式 去解决这个议题 举例来讲 比如最近住宿业 餐饮业 不是他们都说 找不到防务人员 就我们自己在住宿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知道 他大部分都是 下午三点的时候才可以check in 早上11点就要check out 其实这个时间通常也是最忙碌的时间 中高龄实际上是可以补足 这种短时间的这种人力的需求 加上饭店业 愿意给他比较高的时薪 其实这种就业的话 是比较可行的 而且我们看起来中高龄跟高年级的人力 还算是充沛的 那刚刚那个Weber讲到第一个噩梦 其实是指的是求职上的年龄歧视 是的 那如果我现在是一个求职者 有哪些迹象可以显示什么 他真的是因为我中高龄 所以他不录用我 这求职者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自保的方式呢 因为年龄是不可以改变的嘛 对 所以求职者如果是中高龄 你投地履历 那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应跟讯息 那大概超过一两个礼拜 你可能要知道 应该就是时辰大海 那比较好的方式还是可以主动出几 再去打电话给联络窗口 跟HR提到说 是不是在有收到我的履历啊 然后在资历上面跟条件上面 有什么地方是不符合资格需要调整的地方吗 那我愿意做一些修正 再重新再送一份履历资传来 如果是真的不行的话 请你也可以跟我直接明讲 比如说哪些资格条件就是不符合 吓死我明讲说你 因为你是中高龄 他不会说这个 他一定会跟你说 那觉得好像他们有更好的人才 那已经找到了 那所以说 当然我们从104的数据里面 我们过去也曾经做了一个研究 比如说中高龄喜欢找什么样的职务 企业通常提供什么样的友善职务 给那个中高龄 但是我们看起来 那个对道的比例不是很高 举例来讲 比如说我们看到中高龄 有些在找工作 他还是想找行政管理 行销企划 或是他还是要做人资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工作 都是大学生趋资若鹜的公司 所以相对我们在看 企业提供给中高龄 比如说教育辅导类的 然后还有像有一些传播教育 他们还是有一些好的工作 跟好的薪资 是可以提供给中高龄 但是中高龄或许 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通常一般服务业 跟批发零售业 餐饮业 住宿业 对中高龄是比较友善 那其他高科技产业 确实他们比较喜欢任用年轻人 刚威伯尔提到就是服务业 民生消费服务业对中高龄比较友善 这其实指的是因为缺工 所以缺人才人力 需要中高龄或是更多的人可以投入 但是我们其实在前几集的时候 也访问过两位真实的中高龄的案例 那其中一位是真的 他有在门市当过30天的店员 我觉得这个后来他当然回到了他的本业 就是再重新又很顺利的变成了中高阶 那他也分享这个30天的工作 确实是很累很辛苦 虽然这个辛苦身体上的累 可以让他忘却 待业一年的心灵上的痛苦 但是我们会感受到就是说 企业在友善中高龄的时候 能不能够再进阶到植物的再设计的这个部分呢 比如说过度要耗体力的门市零售店员 平常我要站一个小时的 针对中高龄的朋友们 他可能可以站半个小时 他就去休息了 工作场域上面洗手间或者是休息 员工休息喝水的地方 可以离他的工作台近一点 因为中高龄的速度工作速度肯定就比较慢一点 会从实际上的工作环境跟植物的再设计 去更友善中高龄 这个部分现在业界的做法多吗 有 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友善企业 比如说他们会想办法让中高龄跟年轻人 在同一条线上面的互动 可能就是他在安排上面要能够做一些切割 如果你把活动的动线 让年轻人跟中高龄放在一起的话 那一定会有瓶颈 就好像我们在看素食店有时候 看到有七八十岁素食店站在前台 那通常速度很慢就会被店长K 店长会有时候你会看到说 你快一点排队了 对对排队 然后结了结那么慢 你跟着去后面包汉堡好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看说 他去排动线的时候 如果可以给中高龄不一样的 比如说他在后面炸薯条 或是说包汉堡 搞不好是比较适当 但在前台要找零钱或是干嘛 他可能是速度就不会那么快 前台可能或许是否 比如说一些特殊人士 或是银法族特别通道 就是由银法族同样的人来服务 这种在速度感上面的急迫性 是不是就没那么快 对 那另外就是我们知道说 像台湾有一家便利商店 然后他在跟104的合作 比如说在今年 他们专门会找中高龄跟二度就业 那他们在ESG上面 有一个很好的做法 就是他们打算在全国各地 会开中高龄的旗舰店 然后还有伸张者的旗舰店 那他大概也要跟 未来可能会跟消费者强调说 我们这个就是中高龄的 而且他们可能有特别稳定的特质 服务上面也比较有耐心 对那你可能不能强调 速度要快 但是你要让消费者一看就知道 这个就是中高龄旗舰店 这个就是生脏者旗舰店 二度就业妇女的旗舰店 那消费者有时候 搞不好会带着很好奇 比较宽容 很宽容的这种态度 会来消费 他们觉得说 这家是中高龄 那里面都是 可能我就要求速度 跟一些品质上面 就不能够跟年轻人一样的看待 对像这种情况 这种趋势我们就觉得很好 像大家都耳熟能详 或许您也看过 就是日本有一家 这个有失智老人 来做服务生 所以当你点菜 我点牛排 他送上来鱼排 这个时候客户也不会觉得说 我要生气或什么的 好 这个是第一个常见的 就是求职方面的年龄歧视 不敢明目张胆 但是可能在事后的流程处理 会稍微显露一下痕迹 这个时候如果求职者发现 真的是因为年龄 而且你有证据的话 其实当然你要采取法律行动 是可以 对 没错 但现在劳动基准法 或是劳动事件法 像前年 劳动事件法实施以后 也把求职者 当作是劳工的身份 那这个是突破过去的一些 在职员工 对 以前我们都认为在职员工才叫劳工 对 他现在连求职者就认定是劳工 所以他是可以告你的 但是这件事情也会让企业变得更小心 对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所以他可能会 还是一样把它列为潜规则 不会明讲 这个是年龄的第一个问题 求职方面歧视 那我成功的进到了这家公司 或是我已经在这家公司 做了几年的时间 在在职的这个员工上面 是不是也常会碰到就是有一些 比较不好的经验 有的 我在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位服务法虽然都有规定 或是都有规定说 你不可以因为年龄 不管是在晋升 调薪 任用 上面还有福利措施 有任何的歧视 差别待遇 但是我过去担任顾问 曾经辅导一家公司 做接班计划 那么董事长 就直接在跟我们顾问 在做讨论的时候 就直接说 我们公司的接班计划 那个50岁以上的 不用列入 那那个顾问你就只要找 40 30的这种 这种那个年 就是这种年龄的 在列入我们的接班计划 当场傻眼 对 因为我们知道50距离 65岁还有15年 是啊 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可能在接班计划上面 老板们还是会认为说 30 40岁的才是 未来的明日之星 但是随着台湾的人口结构的改变 看来50岁应该也是 很好用的一个年纪 壮世代 对对 没错 所以像劳动部最近 确实有在思考说 45到54岁 是不是应该叫做壮龄 是是是 对 然后54到64 55到64才叫做中高龄 所以这个可能 因为我们的人口结构 已经明显在改变 所以劳动部也确实有在思考 是不是要去调整这种定义 是是 那当场的话 你们会跟这位董事长 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吗 或是请他分 至少分几个tier吗 就是说 我有一部分 我可能是超过50的 但是他可能在 近期的三五年之内 他就比较快速的去pick up 然后另外一群的人 我也满足了 董事长就是要50岁以下的 这种的可以有一些 折中的做法吗 有 其实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看到比较成功的 应该是50岁以上的接班人 到底他们因为 他们大部分都协理跟副总 他们应该可以接许多事业群 或是一些部门的最高主管 所以他们应该也列入 未来在职业发展上面的计划 但是比较 董事长比较想要 应该是针对40几岁跟30几岁 那是不是有比较长远的一些 人才的培育 然后还有针对各部门的人才 梯队的养成 那包含说哪些人可能 预计他是潜力人才 应该可以花10年来培育 或5年来培育 所以我换句话 那一次的计划里面 大概不管是50 40 30 大概都有列入 这个发展的计划 只是说能够列入的年轻人 在判别上面 还是没有那么快 反而是在45岁以上的 会比较容易判别 他的能力跟他的资历 为什么45岁 是因为他大概已经 八九不离十了 没救了就是没救了 有一点感觉的 他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没错 这个听起来是让人觉得 有点小悲伤 我就只是因为年纪 太超过50的线 就没有办法成为 那个公司接班人的计划 真的 这个也是不能讲 免得他们会觉得 也是伤心 那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 因为刚刚讲接班计划 他毕竟就是少数 对不对 少数而且默默在精醒的 那比较常见到的 会碰到一个是说 我是公司 30年的资深员工 我现在已经超过50了 老板就是怎么看我都不顺眼 那这个时候 他就会直接的优先 把原因 就责到 年纪的问题 他可能自己都这样认为 就会讲到 有一些 不合格的员工的 淘汰的问题 或是持续以来 会有一些公司 组织整病的这个问题 年纪在这个时候的选择点 是不是也是有点难的 有 这就是第三类 我们说第二类是属于在职的 那第三种的就是属于被资浅员工 或是被强制退休 对不对 那我们大概有两个案例可以分享 就是受到COVID-19的影响 曾经有一家外商公司的航空公司 他们就在台湾就要资浅员工 外商公司 航空公司 对 因为他们就因为COVID-19的影响 大概生意也非常的辛苦 现在后悔了吧 现在对 现在后悔 是啊 现在早就找不到人了 对 而且好的员工找不回来了 是啊 这家公司当初在之前的时候 就选择年纪比较高的 中高龄 那其实在之前的过程里面 他里面的之前员工 被之前的员工 有些是得过礼仪的大使 或是礼仪的教官 那表现是非常好的 但是很明显就是只是针对中高龄 他们就列为优先之前的对象 那反而年轻的都留下来 所以这一群被之前的中高龄 当然会告到 不爽 会告到现实政府 所以这个航空公司也被裁罚 讲到裁罚 我想问的是说 各种不同的就业歧视的裁罚 有没有哪一种是比较严重的 就一定是罚30万50万这样 对差不多主管机关会看 那个情节跟人数有多少 如果是只有一个人 然后第一次发生 可能就几万块 那像这个属于比较人数比较多的 那都大概都要30万起跳 可是我要怎么判断 他裁我是因为我年纪呢 他一定会讲出一些 我表现不qualified 所以我要去反驳他说 我是很符合资格的是不是 对 我是礼仪大使 对 没人能够胜过我 对我是礼仪教官 当然市政府在决定 这个裁决的时候 他会去看这些被之前的员工 是不是就如同员工申诉的 就是 亲一色都是中高龄 对啊 然后呢 他们过去的表现也曾经很好 对 所以三高 我们就说年纪高 职位高 薪资高 这三高呢 通常都是企业 如果说在未来的支付能力 跟产业前景没有那么好之下 他们都会想要优先 让第一个透过资钱 那第二个不然就是强制退休 所以第二个案例就是 有一家也是上市公司 他们公司大概也是潜规则 从不管你是高阶主管 或是中阶主管 你到达60岁到62岁之间呢 因为还不到65 对不对 快要快要了 对 他们就会希望你能够先辞退 那他们用的方式呢 就用比如说你自动请辞 或者是辞退的名义呢 让你离开公司 那他们做法大概是 比如说一个资深的老员工 就可以换到三个人的薪水 还有年薪 所以其实这种 大概都是潜规则 你说这些高阶主管 他们去主管机关去告 的几率也不高 因为毕竟他们的所得 跟薪资也都还不错 所以他们不太会真的去 跑到劳工局或法院去告公司 但实际上有一些大型公司 他们如果是像这样做的话 就会让这些高阶主管 有时候会心寒 就是说他们到达62岁 为公司贡献了一生 对 只差个三年退休 你就要提前逼我走这样 对 那如果给退休金还算是 算是不错了 有时候是 就是直接给你支浅费 就让你走人了 65岁有退休金 62岁 然后之前走人 他的差异会反映在他的基础上面 那个差异是什么 对 我们知道说假设员工 他选择劳退的救治 那基本上前面15年 一年是两个基数 两个基数就两个月 两个月 对 所以他待了15年的时候 就可以领30个月 对 对 那30年就45个月 那是选择救治 但是大部分的好像 大部分都是前面的救治会保留 但是从民国94年7月1号 他又选择新治 所以说他会有救治 也会有新治 但是不管再怎么看的话 有救治的年资 如果算退休金的话 他是乘以2的 是两倍的 OK 那新治大概只有 像新治就是每个月提拨 6%的退休准备金 到你的劳保局的账户 所以相对 新治的退休金提拨额度 相对是比较少 如果30年年资 对不对 他就15年 前面15年 乘以2 就是30个基数 后面15年 是因为30年的话 就称15加15 那前面就30 后面15 加起来就45个基数 你是说 如果这个人的年资是30年 然后都是救治 那他这30年 他可以领到 是45个月 就是15乘以2 加15乘以1 那如果是 比如他前面15年 是选择救治 然后后面都选择新治 那个他退休的时候 他15年 还是可以拿30个月 所以换句话说 他只要有救治的年资 通常他的退休金 会比较多 那如果是之前的话 都是前面15年 救治的那个是乘以1 就不乘以2 对 马上少了 然后后面 是乘以0.5 那就是都少一半 对 原本的2变成1 1变成0.5 这样子 所以少很多的人 比如说他薪水有20万 那你如果差个15个月 他就300万了 是是 300万就值得走诉讼 就300万确实就 而且看起来 就是在举证上面 现在劳动事件法 对劳工的保障比较多 他不适任的原因 你为什么要之前他 而且他已经快要退休了 那你为什么要之前他 这件事情在法官的判断上面 你就要有更多的举证 举证说他哪里不够qualify 那像这样子的话 那个劳方赢的几率其实是高的吗 对 目前以劳动事件法 实施两年以来 大概每一年会增加 三四千个法律诉讼案件 那都是因为这个吗 还是说也有性别歧视 还有育婴 妇女 怀孕的这种 其实都有 那主要是劳动事件法 他还是鼓励劳工去告雇主 那假设雇主是 比如说 鼓励劳工告雇主 而且你看 劳动事件法去年1月14以后 它主要是像诉讼费 裁判费 执行费 全部都下降到非常非常少 基本上 他就可以透过很低的那种的 那个金钱的支付 就可以去告雇主 是是是 你说这个金钱的降低 他是有那个提供的 这种义务律师 还是说外面的 比如说劳动部一年 大概会有编列三亿到五亿 然后让劳工去告雇主 那补助就补助一庭 因为我们知道说 会有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跟最高法院 在民事诉讼会有三庭 对 那他会补贴一庭 那劳动事件法去年1月实施以后 各县市政府 他也会另外自己 再编列一笔一算 就是给这个劳工去告雇主 那也是补助一庭 但是通常企业也不太愿意走诉讼 主要愿意就是 民生的问题 对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 他也不一定会赢 然后你还要缴律师费 是是是 然后所以那个现在反而是劳工会站着比较有利的立场 因为不管是工资工时或是不能升任工作的举证全部都在雇主 都在雇主 所以我如果是一个劳工我要保全一些我的什么资料 还是说反正就交给劳工司去举证 我哪里不夸了法 我当然如果可以证明我的考基都是A或A plus的话 那当然都OK 或是email上面的文件往来 或者是工作上面的专业表现 在劳动事件法 司法院跟劳动部的立场都认为 在工资的清测或是工时的记录 资方掌握最多 所以他们都认为资方在他的工作的记录 还有工时 还有就是工资 大概全部都是要由资方来举证 所以其实现在我可不可以这样讲 资方其实也很怕老公去告他们 对 现在而且你看诉讼一年多三四千件 去年 那在节目尾声我们来帮粉丝敲碗 那这位粉丝呢 他是104职丫诊所Podcast的听众 他主要是参加我们前一阵子 庆祝Podcast200集 有推出一对一免费咨询的活动 他在报名的资料当中 写到他目前有一个职场上的问题 就是奔四属馒头的职场焦虑 所谓的奔四 大家现在常会听到奔三 奔四就是即将要到40岁的这个年纪的关口 虽然40岁还不到中高龄的这个法律上的定义啊 但是也算是一个职场资深的工作者 他的问题是说他在这个集团大集团之内的子公司 他做了六年 他相信他是一个有潜力的人才 那因为这个集团的人才晋升的制度比较繁复 当然我们可以说是比较有规模 但是其实也层层关卡 那他其实要进入成为经理级的这个阶层的话 他要有几个程序 第一个他要先进入人才库 你要先进入 你有潜力 没人说得准哦 你要进入到人才库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 他其实心里在盘算 他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进到这个人才库呢 要后年他跟那个时候可能是四十四十一了 就是已经真的奔到四十了 他才到人才库 进了这个人才库还没那么幸运哦 还要等到这个集团有经理职缺的时候 人才库才会按照这个名次去逐一的分发 那他对于这个等待的期间 再加上年龄的这个四十岁的关卡 其实他是有一些压力的 他当然也请教过他研究所的学长啊 那学长是鼓励他到外面可以看一下 外面的工作 但是他有觉得说转职 好像都要从专员做起 那如果说专员要到 理级的这个职业发展 可能也要蹲个三年啊 那他又想说现在大集团升迁不容易 新创公司虽然可以挂的 抬头比较高 可是他还是难免担心 新创公司会比较不稳定 那卡在这个奔四关头的 他会觉得上不上下不下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您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境 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 大概有分两个方向来看 第一个就是 当然在短期内呢 应该建议还是留在原来的公司 留在原来公司 因为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说 他在两年 就会可能进入人才库 那当然要升到经理 可能还是要看有没有这个职缺 对 那但是两年毕竟对40岁的人来讲 还算是 还是年轻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甚至都还不到中高龄的年纪 真的 那第二个像他学长所说的 我也鼓励他在可以尝试一下 外面的一些水温 比如说像今年 缺工这么严重 那确实可能在外部的职缺 跟工作机会上面 可能会有找到更好的发展 那也不一定同样在这个产业里面 因为只要他的资历够好的话 其实在跨产业 搞不好有更好的职缺 是可以让他去试看看 不一定在原来的产业 因为我刚刚看到 他原来产业 大概只能够做专员吧 是是好 两年的时间 以他现在奔四 应该是可以值得等待 跟投资的一个时间 是的 但是因为这个朋友 他其实有一个 自我判准是说 他工作六年 成为公司的潜力人才 那既然他可以认为说 是个潜力人才 那想象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 有把握可以说 我是公司的潜力人才 然后他可以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对吧 没错 因为实际上在 104人力量站上的职缺 现在都超过100万以上 是是是 那很多产业 他也需要很多中高龄的 中高龄的主管 或是有比较资深 有经验的主管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职缺 还是算是多的 那他可以跨出 同样的这个产业 然后去尝试看看 外部的行情跟薪资 那试水温 你也不见得就是 试的一定要去 对啊 而且你去面试 也不一定就是要去上班 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现在跟新的公司的比较 他的一些薪资待遇 还有职业前程 或是这个产业的前景 到底好不好 这个都可以做一些比较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你还没有做决定之前 还是在原来的工作 要很稳定的表现 因为看起来他是一个好的人才 才会被列入人才库里面 是是是 才会成为是 有机会进入人才库的潜力人才 对不对 是的 我自己在看我的同学 或是好朋友 他们有些人的一辈子职业 就遇到好的猎头的 Hunter 他的职业发展的非常棒 都可以当到一些集团的幕僚长 或行政长 然后这个职业发展非常好 所以40岁左右 确实已经可以到 可以请Hunter帮他找到 很恰当的职业 是是是 我们的那个Hunter 有一个资料 他们的那个候选人 或是成交的人才 有两极化的这个方向的发展 年轻人多了一些 那年轻人指的是说 可能有专业技术值 因为一些关键值缺找不到 所以呢 这个年轻人的比重也升高了 不要难过 中高龄的朋友们 他成交的比重也提高了 对 那提高的比重 当然是因为 最近几年的这个大缺工 那再加上这些中高阶的人 他本来就具有一些 无法被取代的一些专业 所以年纪的这件事情 在某个领域上面 它其实不是太大的问题 所以这位朋友 也不需要觉得说 奔四数馒头 让他觉得有一些职场焦虑 是的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 中高龄就业的三个噩梦 也很感谢Weber 从他过去 这么多年来的职场经验 给大家来一些真实的故事 还有你可以怎么做 那Weber 他待会还会继续留着 跟我们来分享一些比较正面的讯息 上流老人 玉贝贝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Weber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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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